周四下午,钱世文由昆明返港后对媒体表示,她以母亲抵达昆明后被边防人员截停,并没收其回乡证和香港身份证,并检查她以母亲的全部行李。 边防人员还问她在香港有否做过不好的事,前母获准入境,而钱世文则被带到机场酒店住宿。 她称在客房内有持紧棍的边防公安彻夜陪伴,禁止她睡在靠窗的床,即离开房间,但可以上网以外界通讯。 钱世文曾问公安,她为何不准入境昆明被告知在香港惹了麻烦,电脑资料库显示她不能入境,钱在以公安的私下交谈中指她是香港占领人士。 钱世文称,公安承诺她回到香港后,会还给她回乡镇。 香港独立评论人513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对内地当局禁止学生入境,提出质疑。 她说, 就在钱世文返回香港的同一天,学民思潮的另一位成员黄伟奇发出被深圳警方拒绝入境的消息,黄伟奇在接受香港电台查询时表示, 原定于周四独自到深圳探亲,但在罗户口岸被拒入境,原因是她被指有机会危害国家安全。 她引述海关当职主任表示,当局持有黑名单,有不少人在黑名单之内。 黄伟奇表示,由于其回乡镇未能通过海关的计算机系统,她被带到一间小房盘问, 其间被要求关上手提电话,并不准她拍照,而未有解释原因。 其后,有关人员检查她的行李,最终她由公安陪同回到香港和内地海关交界处,并还给她回乡镇。 事件引起港人对内地设置黑名单,阻止民主派及参与香港战中人士进入内地的高度关注。 任职香港小区组织协会干事的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对此表示, 特首梁振英以内地官员,曾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多到内地多走走多看看, 对此蔡耀昌表示, 对香港的年轻人,我现在也说对国家内地的了解不多, 应该让他们委屈多看,而不许拒绝他们, 所以总的来讲,我都认为这样的毫无理由, 法律依据的,这样的拒绝完全不合理,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给拒绝。 香港保安局长黎动国早前回应支持占领行动者被内地拒绝入境一事时, 强调当局没有编制奢运人士黑名单。